你整天玩獨擊 這次又想給我什麼驚喜? 不是, 驚喜的不知道你一個 什麼? 想跟我老死打招呼, 見不到你 我給你介紹 這個我最好的幫我打Fanko 我也給你介紹 我的前輩, 黎順凡 真開心 在這裡一次過見你們兩個 之前K.O. Sir不是說 我要幫朋友臭小子嗎? 對, 那個朋友就是這個臭小子 你記得我兒子嗎? 記得, 小心吧 喂? 是呀 是呀, 我是他的女兒 好, 我現在馬上過來 黎順, 我趕著去老人院, 我先走了 何佳因, 我再打給你, 行不行? 好, 好 我不知道五、六年沒見你 甚麼風出你回來 我最近這幾個月 在亞洲舉辦全壘攝影展 這一站在日本 大家在香港有些事要回來辦 今晚夜機就… 不是吧?要這麼扯嗎 還好吧 對, 我最後那一站攝影展在香港 結束之後會在香港留一段時間 你看, 我對你很好 我回來這麼短時間也找你聚一聚 驚喜 當然是驚喜 當然了, 這麼久沒見 一見就叫我幫你照顧兒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一輩子兩兄弟 我以前還麻煩你不夠嗎? 你有事找我會托手爭 最壞是小生的媽媽 以前叫我們不用管她 誰知道認識了另一個男人 就引開小生 其實小生有跟我說過 她不是太喜歡她的父親 班主任也跟我說 我告訴你, 其實她本身不是 你知道她是一個年紀反叛期 她被人罰停學的原因 都是因為她看不習慣不公平的事 聽起來跟你性格挺像, 挺有緣分 算了, 別說了 好, 不說你 那你跟何嘉欣 我跟何嘉欣有什麼好說? 普通朋友, 不是 普通朋友也不算是 正式來說, 是教練和學員 既然姐, 哪有學員和教練 那那麼多事? 可能這些叫同事天涯論落人 有這麼悲慘嗎? 我悲不悲慘? 我自己最清楚 但何嘉欣悲不悲慘? 就要看你了 六年了 我跟何嘉欣已經是過去式了 過去也就是過去了 爸爸, 你過去放下了沒有? 先進房間 整個垃圾桿的, 怎麼整理? 很快整理完了, 放心 哥哥 媽媽是不是已經去了你那裡? 是呀, 剛才老人院打來 說冷氣機壞了 他們又找不到你和大嫂 我怕媽媽在那裡會熱死 那我就接她回來 是不是你哥哥打電話來? 你快點叫他來接我 我想媽媽想在你那裡住多點 不要了, 別說要老人家兩頭疼 難得媽媽在你那裡過夜 你不就陪陪他吧 但是… 不要但是了 最多明天你上班之前 我回來接他吧 我們差不多到樓下了, 再談吧 哥 你這房子也斷舍離, 斷得挺徹底的 少生應該睡了 不如叫醒他, 他很想見到你 少生, 你去哪裡? 爸爸不是回來了嗎? 他還摸我的頭 你倆子爺, 有心靈感應嗎? 為什麼爸爸回來也不買醒我? 回去睡吧 不行了, 我要找爸爸 小心 機場, 謝謝 爸爸 爸爸 爸爸… 爸爸 放心吧, 你爸爸一定會回來找你 真的?爸爸真的會回來? 乖 不好意思 有沒有吵醒你嗎? 不過我以為你一定睡不著了 睡著了, 你的電話吵醒我了 我放心, 不要因為我而改變了你 你不要以為自己那麼重要 我現在生活得很好 你找我是不是唯一一層樓嗎? 我知道我住在這裡很久 如果你想收回一層樓的話 我可以搬的 一層樓你是一半的 不是的, 我怎麼會收回一層樓 除非你想買的 沒有, 我沒這麼想過 不過如果要我搬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搬 別再說一層樓了 我現在正在去機場 你剛才回來, 又走? 我回來之後 你介意不介意我再讓你出來慢慢談 好, 看看我到時候有沒有時間 好吧, 那我回來再約你 晚安 早上, 袁先生, 郭先生在等你 上車 郭先生, 我們不是約好了嗎? 我到你辦公室簽約嗎? 每天我也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如果每樣都照著行程來做 就很擔心 我的靈感會告訴我應該怎麼做 希望你這次的靈感告訴你 不要改變贊助敬風社 敬風社一早就是我的目標 我要把敬風社打造成一個 最有規模、香港人人都認識的田徑社 所有計劃的藍圖都撞在我這裡 不過泰竹說出來就沒有驚訝 郭先生, 小心 小心… 郭先生… 你們到齊了, 我們到齊了 差點忘了跟Lie Sir打招呼 早安… 早安… 對靈風社一早創期的四千四百米 摺別賽, 真的很精彩 Lie Sir, 你自己是不是更精彩 這期網上你最爆紅 做了代言人, 再更多人關注 不知道你有沒有空跟我們做個專訪 這麼秘書? 麻煩, 稍後會有提問時間 還有朋友, 這邊請, 跟我來 麻煩 郭先生, 搞什麼? 不用緊張 稍後有個發佈會介紹你給大家認識 你將會成為我們Sport Kingdom的代言人 什麼代言人? 你什麼時候跟我說過? 剛剛就說了, 驚訝 有什麼可以幫你? 你嚇我? 你嚇我, 真是的 怎麼做我的位置, 搞好路? 好, 如果你拿一條片出來 我就不用在裡面抄襲了 什麼片? 敬風社和創旗那場比賽 其他行家個個都有 放在網上幾天, 二十幾萬計劃 我們什麼都沒有 上次我鋪過田鴨師傅大戰長腿凌陽 是你把這條片下架的 是你下了命令 不讓我幫敬風社宣傳的 我這些聽說有關的員工 當然是服從上司命令 刪除了 刪除了? 我平時叫你做事沒這麼有速度 隱形戰隊 《燕宇熱波》中 想看更多精華片段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吧